大家好,今天我们网友互动吧,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消息,我们就回答一些网友的来信,或者一些提问,或者我们一些沟通。 首先有网友最近说呢,这个网络啊,这个YouTube啊,好像特别的不正常,有些网友呢,就是有订阅我们的栏目,然后突然的小铃铛就没有了,消失了,也没有通知他。 还有的网友就是说点赞啊,发现没有反应,这个呢,最近我们也看到了,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,因为我们看到网友一些留言以后呢,我们后台也关注一下到底这个怎么个情况。 最近发现有一个迹象,就是浏览量和这个不成比例,比方说我们的后台,他们也跟踪了一下,就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,我们也能看到有多少人在线上。 这个是实时的,就是你马上就能看得见的。 好,当时有一天呢,我们就看到了,当时在线上有800多人,在800多人就是在直播线上。 然后他们从这个直播退出来以后呢,再直接看,看这个到底有多少的浏览量。 等我们这个节目都已经播完了,最后呢,浏览量显示的是,你只有200。 那也就是说,我们直播这半个多小时,有800多人已经浏览过之后,等结束了,系统显示出来的,你过去只有200。 那这个显然就不对,对吧?但是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?我们并不知道,因为我们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终端用户,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频道。 那在后台那个地方,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?这个我们确实也不清楚,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。 但是总之呢,我们是可以看到最近那个浏览量啊,特别的少。 然后我们也呢,关注了一下,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,这个浏览量和真实的访问我们频道的这个数量呢,不一致。 这个的不一致呢,只能是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,平时我们看不出来。 平时比方说,我们有浏览,然后呢,我们连续的访问这个网站,然后看看它有没有增加。 在短时间之内,它是不增加的,但是不是后来增加,我们不是很清楚。 但是在透过直播,我们能看到上下波动挺大的,这是一个现象,这个我们也解释不了。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问YouTube到底是怎么回事情。 反正这个现象呢,确实网友们有一些反应,我们也确实看到了。 同时从总的浏览量和我们总的订阅量,这个相比呢,不成比例,就完全不成比例。 也就是我们看到有一天,就是那个整个浏览量那个曲线呢,本来是很平稳的哈。 突然就下了,下了以后,现在就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浏览量这个水平上。 这个呢,可能是有问题,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精力去了解。 而且呢,有些事情,他们也不会让我们知道的。 那我们明白就好了,至少现在还能说话,还没有把我们这个频道给关掉。 至少没有像被封掉严厉梦那样,把我们账号给封掉。 所以我们就继续继续保持播出,这是第一个话题。 第二个话题呢,有网友通过LINE一直也给我发信息,他们也收到了一些从其他的直播平台放出来的一些关于大陆,或者和台湾,或者海峡两岸。 最近呢,在讨论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,是不是要武统,就是武装统一台湾这个话题。 我呢,也看到了台湾的政论节目,现在也拼命的在狂吵这个话题。 这个话题呢,我觉得是有点故意在吵出来的。 从我本身看的话呢,我并没有看出来,海峡两岸要进行一场武装战争,我没看出来,没有这个迹象。 为什么我觉得没有这个迹象呢? 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的话,那台湾现在是认为,共军要攻打台湾。 如果在整个我们看这个地球上的历史,在过去的历史,凡是发动战争的那方,一般来说,在真正发动战争之前都特别的安静,而且还特别的友好。 我们去看一看吧,我们就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,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,以及后来陆续也有一些什么阿富汗战争啊,伊拉克战争啊,利比亚等等等等啊。 在中东阿拉伯,都有很多的战争,我们把整个历史看下来呢,我只有一次,我看那个是在伊拉克,也就是打萨达姆的时候。 那一次由美国发动的战争,它是在战争之前就已经高调的宣传说,我要发动战争。 在其他的,其实战争都不是这样发生的,我们就拿二战吧,就和美国有关系的也好,或者和中国有关系的也好,我们说二战,日本进攻珍珠港,对吧? 这是一个发动战争的一个动作,我们有没有看到说,日本在进攻珍珠港之前,把航空母舰摆在太平洋,摆在珍珠港附近,然后呢,大规模的新闻媒体,抱抱,飞机呢,到你珍珠港周围来转一转。 之前有没有这样的动作呢?显然是没有,对吧? 另外在中国呢,之前也发动了一场,就是在越南,就是中越边境,那个时候呢,也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。 这些战争,这些真正要军队打过去的这样的战争,其实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,就是在发动战争之前,非常的友好,非常的安静,而且要保密。 这个战争不能让别人知道,说我要打你了,哪有这样发动战争的? 如果说,你真的要打对方的话,你告诉对方了,你飞机又飞,军舰又开,然后新闻媒体又播。 这个就是告诉对方,我不想打你,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。 仅此这个而已,对吗?我们看这两天,就是包括美国的次国武卿跑到台湾,这个时候呢,在海峡两岸,就是工军的飞机,飞过来几十架,这个时候呢,就拼命的就去宣传,说要显示,我看有一些网络媒体啊,就要显示中国的威风。 但是这个威风呢,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,如果这样显示威风的话,可能是适得其反了,为什么呢? 每次国务卿,包括这个阿扎,他来台湾这两次,其实都有一个特别主要的话题,就是要出售军火,就是要向台湾出售武器。 那为什么要向台湾出售这么多的武器呢? 那一定要有个理由,就是说,台湾受到来自对岸的威胁,只有在这个理由成立的前提下,我们才可以说,这个要出售武器,有比较正当的理由。 否则,如果说,平平静静的,安安稳稳的,没有什么事情发生,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武器呢? 因为现在正干美国大选了,美国的军火商也都是,像川普donation的相当大的一个族群,也就是军火也好,医药也好,等等也好,新闻媒体也在里面,其实包括新闻媒体,这些都是要向美国总统选举donation的。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,卖了这么多的上百亿的,上千亿的资金的军火给台湾,一定要有一个理由,这个理由就是说,共军呢,要准备武力犯台。 这个理由一成立的话呢,那个卖武器的人就,你看,我花钱卖武器对了吧,你们不能说我吧,这个事情呢,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。 所以呢,每次清呢,一来呼呼,飞机就猛飞,有什么越过中线啦,很多这样讨论,然后呢,拼命的飞飞机,然后这边就拼命的大规模的去卖武器。 给我的感觉呢,就是,这个共军不是想真正的想打台湾,就是想配合一下蔡鹅鹅,你可以卖武器,你卖武器卖的好。 我怎么有这样一个种感觉呢?我觉得这不像一个真正发生战争的前兆。 那一定发生战争的话,再说,对台湾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?台湾这些普通的老百姓,或者这些普通的士兵,他们需要去打仗吗?他们并不需要去打仗。 而共军真的是要消灭这些台湾的老百姓吗?应该不是,共军只是想消灭蔡鹅鹅,既然消灭蔡鹅鹅的话,那是用20架飞机,30架飞机,航空母舰来吗? 显然不是。你看美国现在已经要准备卖给台湾无人机了,对吧?这个无人机现在是干什么呢? 无人机就是定点宰杀,就是这个叫定点打击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武器,对吧?他们在中东那个地方已经用过了。 如果说这个东西,不坑不坑,一点声音都没有,突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过来一颗导弹,咚!把某某人的汽车,把某某人的飞机给炸掉了。 这个倒是真正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可能的方法之一,但是呢,我们能看到的哈,大规模的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,现在台湾的媒体不是都被绿营掌控了吗? 现在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呢,就都在说,哎呀,大陆要武统台湾啦,哎呀,全都在说,所有的政论节目,你看吧,大家都一个话题,就是武统,大陆的军机,大陆的轰炸机,怎么怎么样,台湾的国军的飞机,F16,紧急起飞,然后呢,把大陆的飞机逼回去,这样的台湾的军机呢,就特别的自豪。 你看,我们把入侵的大陆的飞机赶回去了,蔡哥哥呢,也马上讲话,不能忍忍,别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,起飞。 你看看,现在这个大陆好像在显示军威,其实呢,并没有显示大陆有多少军威,倒是显示了,让台湾的国军,让蔡哥哥显示了一下,你看,我的军队,我的F16战机,怎么样,我买的好吧,我们一起飞,大陆就回去了,我们不起飞, 他就过来骚扰我们,所以你看,我出手军火的理由,多么多么的充分呢。 我现在就感觉到这个事情,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出来,有真正要发动战争的那样的那种智慧,完全不是。 所以现在呢,我就觉得这个网友呢,他说如果大陆统一台湾,武统台湾以后,对着一些绿营人怎么怎么样,我觉得都没有到那一步,都不可能,没有战争的可能性到现在。 或者说现代化的战争应该不是这么玩的,如果说天天的那飞机在你门口的转来转去,天天的有那个大喇叭喊来喊去,天天的绿营媒体,大肆的宣传,哎呀,武统了。 这个信号倒反倒告诉我说,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战争,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 所以我对那网友回复呢,我就是觉得不太可能吧,那就是瞎吵吵,那就是放风,我叫带风向啊,这台湾人老说是带风向,带什么风向呢? 台湾买武器,理由正当,就是什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,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 第三个话题呢,有在北美这边的朋友,美国的朋友,讨论讨论,说现在美国大选开始热闹了,川普开始怎么怎么样了,对,这个我们都能看到,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川普的一些消息,他的行程安排的很满很满。 这个事情呢,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呢,我们是看的,每四年都一次,我们都已经看习惯了,都已经见怪不怪了,而且现在呢,基本上就是,拜登那边呢,就没有什么动静,没什么消息。 现在在整个美国国内呢,我觉得,就是川普一个人在选,他呢,高调,那个调特别的高,然后呢,每次选举呢,总是要跟中国选举,就是在打中国牌。 天天的就是这样,我没看出来,拜登有什么反击能力,也没有看出来,拜登有什么想当总统那种迹象。 那美国的中期选举呢,在过去历史上呢,大部分来说,也都是,就继续连任了,没有什么话题。 除非,当政者做得特别特别烂,同时呢,那个反对者呢,确实非常非常优秀。 这种情况下呢,在不作弊的情况下,不作票的情况下,现在我在美国大选啊,我也有很多想法,我也透过这次台湾这个作票这个事情呢, 而且美国人这么的公开的去支持他的作票,保护他的作票,那我就觉得, 是不是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的选举的过程当中,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以前没有研究过的点,或者以前没有关注过的,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看呢? 因为现在就美国的一些媒体,他们也在讨论这个,啊,邮寄会怎么怎么样,人头会怎么怎么样, 那在美国加州有很多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去投票,而且一个人头多次投票,类似的也有很多讨论, 虽然这个讨论的频率不是那么高,声音没有那么高,但是呢,只要有讨论, 我又觉得,哦,那这种情况的话,那在美国这个整个的选举的制度里边, 其实要是有人去认真去分析的话呢,或许也有很多的黑暗东西可以揭露出来, 只是我们现在对这个话题呢,觉得不是很感兴趣, 因为既然看透了,既然看穿了,原来整个这个地球上,这个选举制度都是这样做的话, 那你还用再去研究它吗?就够了,不用研究了, 其实基本上的答案,我们已经知道了,而我们研究过多了以后呢, 频道就被封掉了,言论就被封起来了,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现象, 什么现象呢?就是,我们必须回过头来,重新去定一下,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,这么多国家都在投票,都在选举, 而这个选举是什么?真的是民主制度的象征吗? 真的就选,就有这么一个投票动作,就说明这个国家是民主的吗? 民主的含义是什么呢?难道就是一个假投票吗? 其实民主的含义是很深的,是在整个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, 你的法案的形成,你的监督,你是不是履行你的承诺, 其实有好多内容都属于民主范畴里边的这个,需要考虑的,需要定义的, 但是现在呢,似乎好像某一个地区,只要有投票就叫民主,这个也太简单了, 我前面说了,北朝鲜也投票啊,金正恩也是投票出来的啊, 你怎么不说他是民主社会呢?对吗? 所以现在这个选举啊,现在呢,我们就算了,当八卦来看,看看他们怎么玩, 看看他们怎么的振臂高呼,哎呦,那声音真大,哇,底下也,粉丝也真多, 其实呢,我们看看,有没有一个黑幕在后边运作呢?应该来说都有,既然都有黑幕的话, 那我们,那你看那个结果,你还要跟着去激动吗?还要去亢奋吗?还要去斗内神吗? 其实应该重新定位了,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,就是保持关注, 然后冷眼看世界,看看他们在玩什么,看看他们在怎么玩,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一个层面, 我们的片面的观点未必正确,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, 如果朋友们有什么问题,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, 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信,我们呢,也发表一些我们片面的观点, 只代表我们个人,并不见得它是正确的, 在这个地球上呢,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, 都是相对正确的,相对一个时间,相对一个点, 这种情况下呢,我们只是分享我们的观点, 好,今天说到这儿,谢谢大家,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视频 哦,有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视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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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